3號勤封信號仍然生後 天文台預計 颱風莫拉飛今晚午夜至今晚的凌晨 是會追跌近本港 而天文台晚上會考慮 是否改發貨列島或是捕封信號 在下午6點 颱風莫拉飛集結在本港以東 大約250公里 預料向西北偏西移動速大約22公里 而近珠江後的大長征又足止音報導 颱風莫拉飛迫近 市區風勢下午明顯增強 還落起雨上來 潛在海旁 市民就算大了 遇到大風都險得狼狽 食環處職員把垃圾桶綁好 防止被強風吹走 三部強風訊號之下 海面有大浪 但仍然有不少市民不理勸告 到大浪灣或浪 見聞台說 颱風莫拉飛的內圍雨帶 開始影響香港 晚間雨勢會更大更密 風來亦會隨著增強 但晚上才會考慮 會否改發貨號列風或暴風訊號 其實路徑都比較穩定 向西方向西方向西方向走 至於何時需要發出8號訊號 就好在乎未來中球的移動 給情況看 電文台說 受到颱風莫拉飛下沉氣流的影響 加上內陸的熱風吹向本港 本港天氣好熱 市區一度錄得攝時34.3度高溫 部份地區 例如屯門和樓浮山 更加錄得37度 是本港今年最熱烈的一天 亞洲電視記者 祝比恩 同時對熊紅現在是尖沙咀的 對熊紅 我會變得風勢大不大 對 馬鈴其實現在市區的風勢 是時代時曬的 還不時會落下一些趙雨 所以令到天氣都幾不穩定 我們由下午開始 現在在留意天氣的情況 發現天氣轉變得非常快 好似下午 還有少少太陽氣溫 還去到最高差不多34度 但是一兩個小時後 就風雲變色 變得好似現在 又落趙雨 又掛大風 受到3號強風信號影響 今溫幻彩並香港 將會減停 而因為天氣惡劣和大浪 港狗和離島的泳灘 都懸掛了紅旗 呼籲市民不要去泳灘游泳 再呼籲大家一次 因為受到3號強風信號影響 天氣都比較不穩定 雖然市民 外出都要帶多把傘 和捱走捉白風的措施 我和你差不多 先將時間一分比賽 謝謝外面的同事 在3號強風信號下 部分海空交通都受到影響 國泰和港龍航空宣布 急航班服務 預期維持正常 但是深夜和明早的航班 可能就要延誤運飛 而海上交通方面 新動靜驗位置服務 至於來往預警煤窩 平洲至喜寧洲 以及由香港開去蛇口的 高速客輪至停車 多個貨櫃碼頭公司 不止交吉 停止吉櫃交收 不得交收也要陸續暫評 民事務總署也設立了熱線 235273 被市民查詢豐報消息 莫拉菲預計今晚至到明早在廣內 接觸台山一帶沿海登陸 將會連續集珠江後夜失敗 當地已經防風準備 不會是secret的 沙莫拉菲和它內圍環流的影響 和廣東沿岸開始掛大風 當局要別傳遞早回港避風 在帝華地區工作中都要先撤走 氣象部門指 在連續集內地威力最強的台風 提供緊急應變措施 要求各地及 莫拉菲是今年第一個我國的颱風 並將會帶來降雨和風暴潮 防台形勢嚴峻 原來廣東和福建沿海帶來暴雨 淺水灣造發生致命在一部的事